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向更加现实的梦想走去 专辑吧 对真的是非常遗憾 真的 压力最大的应该就是在生日会那个时候 就是因为那段时间其实已经有其他的工作安排 但是也只能尽量充时间去跟大家去排练 然后也必须在那几天必须把新出的那两首歌给录出来 然后搬到舞台上去呈现 其实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排解压力的方式就是任性 就什么都不敢 那段时间就是什么 不管电话再怎么打 微信再怎么我都不会理 对 我很少发风讯圈 我心里就发了几条风讯圈 我都想不想到我发了什么 就有时候看到上摄搜就会觉得这是什么 我进去看一下 我绝对不是单方面的吧 就是一种能够带给大家一种正能量的偶像 希望2019呢每天都能够顺顺利利的拒绝水逆 嗯 闻盯众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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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